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恶业果报 消除病痛 心灵净化 得清净佛果 同而 人的一生从出生到老死时为苦及灭道啊 只有积累功德与境界才能超脱轮回的苦 也就是无苦及灭道 释迦牟尼佛 无始劫轮转下来的杀灭令众生的善根气日益减少 所有杀生 不管是为自己杀 为他人杀 在佛法界里是视为恶法 渔夫以往又补水族众生 拿去世级交易 屠夫拿刀宰杀牛 羊 猪 狗 鸡 鸭 淫欲堕胎等等 都是损害众生之命 是只为自己的私利享乐 造下的因缘果报最终还是会回到自己身上 普贤菩萨 杀生会破除众生的善根气 若有众生于过去时 现在是有所犯者 应当好好念礼佛大忏悔文及放生去消逸 诸佛菩萨会念及你们 现在行善 念佛 吃素所积累的功德 消除你们的杀生罪孽 但是不要向佛菩萨说自己无始节的杀生罪孽 因为你们的前世与今世已经是根据自己所作所为在受报了 地藏王菩萨 诸佛菩萨以佛法光明使众生的大利益 待佛广情佛道者得大光明 行恶者跺深渊 每分每秒如入恐怖之景 文书菩萨 此前接到菩萨开示的童子 莫难过哭泣 你把接到的开示都转发给你师父确定就可以了 至于知你身份者 让你求菩萨给予开示 若是有缘分 接到开示可以写下来 发给东方台 请你师父确认即可 你好好求官帝菩萨保佑保佑吧 大家都低调点 不要广为告知你的身份 这样对你修行没有益处 你当官自己与其他人无有分别 如常念经 度人 自利利他 弟子 马来西亚 2020年9月13日 答 真的是菩萨讲的 里面讲的有几句特别好